小姐姐追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着追剧 帮你排来的小嘿 我是哈喽 今天我们来聊一部不太火的 但是让我熬夜追平的电视剧 启航当风启时 这个片头真的一下子 都有了90年代那会儿的感觉 不仅是片头 这部剧在一开始 都用熟悉的音乐 和各种90年的视频影像 把我们拉进了那个年代 讲述了一群计算机研究所的年轻人 在90年代搭上政策春风 开始创业的故事 华言此次出征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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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闯人如其名 小是潇洒走一回许下承诺子 从来不得水的小 闯啊是敢打敢拼 敢闯获的闯 看录像是他的爱好 做英雄是他的理想 讲义气是他的原则 看到汉卡的商机 他带领大家一起偷偷赚钱 看到吴震晶莹死情败露 他让大家先走 他电后 我们接到警报 有人无照经营 其他人呢 没其他人 就我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丑 全都是我一个人看的 好 那场景人哪个看得不说一句 好周围啊 但那都是那个时候 部分中二青年的所以 他的师弟裴敬华 与他性格相反 是一个比较泪脸的人 他呢 是他们唯一一个 考上大学在北京做研究的人 他的眼里 都只有空眼两个字 改变两个人命运的 都是萧闯偷卖汉卡被抓包 那件事 偷卖汉卡的事情 虽然萧闯坚持一个人背锅 但是裴敬华还是被牵连了 因为萧闯卖的汉卡 是偷拿裴敬华的设计图制作的 所以一眼都被领导扔了出来 而且在美牌赚钱过后啊 校长还会黑奖一起的专门分出一份 让同伴偷偷塞给裴敬华 所以在查证据的时候啊 都查到了账款 你们塞钱的时候 就不知道塞得隐蔽点吗 虽然那一切裴敬华毫不知情 但是在上级部门看来 这简直就是证据缺盗 这也太惨了 裴敬华真的都是躺枪 而且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主要是之前裴敬华还提醒过萧闯 结果萧闯还是闯了 看到萧闯不知道事情严重性 还在那点说仗义的时候 裴敬华直接给了他一定子 没关系就是 通漫汉卡事件的结果就是 萧闯跟裴敬华都被研究所开除了 虽然很气很难受 但是裴敬华还是在萧闯遇到困难的时候 分出了援手 萧闯也求遍了研究所的人 让他们一起去领导那点给裴敬华求情 还好此时研究所准备代理国外的康普电脑 他们领导为他们争取了机会 只要成功拿下代理权 他俩就能够回到研究所编制里面 再看到裴敬华帮助完萧闯 准备默默去水利场当技术员 萧闯冲去火柴站拦住她的时候 我居然还有点小感动 为了回到奥金救所的编制头 他俩就走上了销售电脑的路 也开启了他们 乘着时代浪潮浅情的风扮 在那条路上 我觉得萧闯与裴敬华的关系 都像是风筝与放风筝的人 无论萧闯哪个让 总会有一个人紧紧地转住他 无论裴敬华有多走不动路 都会被风筝带动着跑动起来 在我刚大学毕业 跟朋友一起去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都劝我们 说好朋友最好别在同一家公司 容易扯皮 现在我真的很想推荐他来看这部剧 告诉他 好朋友在同一家公司 也可以成为最佳拍档 在裴敬华报的电脑 挨家挨户的推销 煮的不好 水土不服 被驱逐 被撬单 被偷窃 甚至偷他东西的人 还要对他暴力相向 最孤立无缘的时候 萧闯过来帮他了 你怎么过来了 纵横四海白看了 老五 已经整够了 在萧闯因为调影清新 葛东北碰上了硬茶子 搞不定大客户的时候 裴敬华毫不犹豫的 就赶到东北去给萧闯打配合 明知道是套浑水 非得来烫一下才乐意 是不是浑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一块来趟 你还记得 做宏死海里的那句话吗 蒙我 定什么够啊 虽然两个人性格和志向不同 为了搏进那个时代的浪潮 一个想做大船 一个想做僵石 但能够肯定的是 他们都是面对浪潮 不会退却的人 那种互补 并且会做对方最坚实的那块 后盾的友情 真的特别错我 两位的友情线 我们来看那部剧里 两位主角的CP线 其实照你来说 在创业剧里头的感情线 我们是黑白痴的 对对对 但是那部剧就很奇怪 一条线让人想看他们去拍翻外 一条线让人边嘛边看 那我想看翻外的 是裴庆华跟他们谈主任的女儿谈人那对 他们真的妥妥的治愈了 我前段时间看的那些工业堂金 他俩一开始是冤家 他们的相遇 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裴庆华发现有个妹儿 在谈主任的办公室头狗狗碎碎 企图撬开谈主任的柜子 在他想上去问些啥子的时候 妹子跳楼走了 第二天他想要找谈主任报告辞事的时候 发现那个妹儿居然是谈主任的女儿 对了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事儿 我 我昨天 我想说 我 我忘了 谈原那天晚上 是想去偷被爸爸没收的磁带 现在偷磁带不成 反而在跳楼的时候留了脚 想让裴庆华将功补过 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你帮我把磁带偷出来 不可能 弄伤我你就不想弥补吗 我可以帮你跟谈主任求行 算了我没说过 后来谈原确实是要那盘磁带 又听说裴庆华去广州了 都想让他帮忙带一盘 那磁带倒是带了 但是那天晚上买磁带的时候 是裴庆华靠喝酒搞定客户 酩顶大醉之后 醉酒的他将磁带拿错了拿成了 十人三盘 十人三盘 为了弥补自己的失误 陪庆华在谈主任不在的日子头外 帮得起照顾谈原 看在泡沫和梅庆华的份上 咱也算扯平了 其实到那点 谈原对裴庆华都没啥特别大的感触 在朋友提起来的时候还会吐槽 知道谈原因为被抓到看爱情电影 不肯出卖朋友 需要请家长让裴庆华帮忙 磁带一下二叔 我爸不是出差了吗 你是我二叔 所以我只能找你 不是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请问您是他的二叔吗 我 我 是我 本来嘛 台原只是想让裴庆华西斯林人走个过场 结果裴庆华要给他来了个反客为主 看爱情电影 是否会影响当私有心人 我先不发表意见 但卑北医院去出外同伴一定是个不光彩的事 我很欣慰他没有这么做 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你再找他的麻烦 否则我会再和你理论他 反客为主为谭原撑腰的裴庆华 让谭原的眼里散出了不一样的心心 一个热情 一个泪脸 两个人都是情斗粗开 让他们的那条感情线充满了青春的悸动和暗 暗恋的气息 笑颜味十足 入股不亏 让人边骂边看的是萧闯与谢航那条线 萧闯仁如其名正在打爱人闯 在对谢航一见钟情 他想再遇过后 都非常主动的靠近谢航 变成了请吃饭的男人 你刚才说 你欠我一次 所以 我请你吃饭吧 你欠我一次 所以我请你吃饭 为了感谢你的慧眼 今天晚上等你下班之后 我请你吃饭 对了 你今天有空吗 我请你吃西餐 但是萧闯不晓得 此时的谢航并不是单身 谢航因为之前误会 举报了萧闯通败汉卡 导致萧闯跟培训华招开除 就一直想要弥补萧闯 所以第一排都没有拒绝萧闯的请客 但是之后看到萧闯那个公司 好像有点不对劲 他就决定 让萧闯打消不对劲的念头 明天我请你吃饭 反正也是我欠你的 不过我要带个朋友 我要带个朋友 萧闯没想到 这个朋友都是谢航的男朋友 就是我背上的名 谢航看国人的男朋友 黑牌吃萧闯 所以都给萧闯一叠股票认购 准备与萧闯 一刀两转 哪想到刀灰了一半卡住了 那段时间赶巧这个股票认购债的价格 被炒翻了 赶巧萧闯需要用钱把它卖了 赶巧国家在严查倒卖股票认购债 赶巧这个债是十名呢 我等了给他做的四十几年了 我一直踏踏踏踏踏 没有好夹天心了 能让我送豆瓣这个人去擦眼镶 我一直也要回去下肌肉 我叫那雅硕 卸航的男朋友因为这件事情 对卸航闷嘲讽言语羞辱 你的人生是我给你的 结果你现在要反过来毁我的人生是吧 你就是个累赘 你哪怕有那么一丁点用就行了 你还有一个将功赎罪的办法 你有没有发现 航长挺喜欢你的 在卸航身上 按了雷达的消闯感觉卸航出事了 就打电话去打听消息 得知谢航自杀未遂 在医院里躺到起 都与同事交换了出差任务 冲到上海去找谢航 赔床送饭送雨伞 最后终于撬开了谢航的心 我最开始真的不大想看那条感情线 因为谢航总是苦兮兮 萧闯也为了她不好好工作 她的大项目都出头了 但是看到后头我就发现 谢航那样的性格是受她原生家庭的影响 再加上她之前的那个男朋友的PUA 所以她一点也不自信不外向 在看到萧船用国人的热群和耐心去感染 这些航线旁边的自信更开朗了之后 我也慢慢的接受了那条感情线 但我觉得我还是不得行 要是萧船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我可能会接受一点后马感情线 不影响我看那部剧的主线剧情 但我个人看来 那部剧却要是把我拉近了20世纪90年代 让我跟那几主角们一起见证互联网开始普及 并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有一首歌从头到尾贯穿着那部剧 潇洒走一回 表达了那个时代不少年轻人的创业态度 这里面的每个人都像是活着 展现在我面前没有一个工具人 那部剧由擅长拍摄青春题材的 小唐人影视公司进行制作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部剧 但是众所周知小唐人那个公司拍摄的作品 总是会在结尾给观众奇特的感受 希望 嘿嘿 好了我是带着追据帮你排来的小黑 我是哈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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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